大家普遍会有的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共识性的问题 我想在此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有一个探讨 然后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想借普利里面的三首曲子 其实有四份谱 有克莱曼蒂的小泽民曲 它其实是有两个版本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很有意思的现代派的曲谱 其实那个是曲谱不是画 然后跟大家去聊一些 这个主题的一个延伸 或者进行一个拓展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问答环节 其实大家在这个主题里面 或者说不在这个主题里面 只要跟钢琴音乐艺术相关的 我们都可以抓紧 我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个交流 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 也会有让我有很多的收获 那在一开始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钢琴其实历史时间不长 那在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中 钢琴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乐器 其实到现在来说发展了也不过三百多年 所以其实在三百多年看这时间不长的里面 其实钢琴这件乐器就是我们通常意义所里面所讲的钢琴意义 钢琴这件乐器其实是分了非常多的种类 而且在每个时期里面它其实有非常大的跨度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把钢琴这个名词 在今天的这个讲座里面 我把它分成了三个时代 一个是古钢琴时代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理论的数据里面 会看到一个名词 就是古钢琴 但是实际严格意义上来讲 应该叫早期键盘乐器 那早期键盘乐器 如果大家对这个乐器 或者说对这个音乐史比较了解的话 我们是知道有三键乐器是非常重要的 那分别就是鱼管键琴 那英文叫hype score 然后还有基弦鼓钢琴 叫clavichord 然后还有一个管风琴就是organ 那相信大家如果要是去国外去一些教堂 或者去一些市政厅 或者说去一些 乐器在里面 有很多的键盘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讲一下古钢琴时代 然后第二个呢 我还要给大家去聊一下 关于这个早期钢琴时代的问题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是不是从古钢琴 就直接跨越到钢琴时代了 的确是 从克里斯托弗里1717年开始发明了 我们现在普遍认知外观极其相似 然后功能也差不多的这样的乐器 其实在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或者说从我们在对作品的解读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还可以再细分出来一个早期钢琴的时期 因为到时候在乐谱中 我们会有很多的细节是可以去进行探讨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现代钢琴时代 那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 我会尽可能的把一些乐器的特征 然后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作曲家 还有他们这些作曲家 所去运用当时的音乐的语言 然后去用这样一件非常新鲜的一件乐器 去进行创作的时候 他们大概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 所以我尽可能用一些比较通俗一种的语言来去描述 那第一 古钢琴时代呢 我们刚才说了 乐器有三种 鱼管键 机弦古钢琴和管风琴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特别跟大家去聊一下作曲家 其实从有钢琴时候的 大家知道差不多是从哪一个作曲家开始的吗 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音乐史 但是我们可以首先非常确定的一点的是什么呢 巴赫有没有接触过现代的钢琴呢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排除 像巴赫所代表的这种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他们是没有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钢琴 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从这些伟大的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中 我们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在钢琴上弹的时候 会跟现代的钢琴会有点奇怪 其实这个奇怪并不是我们出了问题 而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的人 他们对音乐和对乐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像以巴赫为代表的 像巴赫 亨德尔 多米尼克斯卡拉蒂 在巴洛克我们可以称为 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作曲家 然后包括像巴赫的儿子 CPE巴赫 JC巴赫 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接触过意义上的钢琴 那当然早期钢琴可能有被送到巴赫的面前 请他去试弹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 巴赫是非常不喜欢这种早期的钢琴 他们觉得 巴赫觉得这个钢琴声音呢 又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操纵起来呢 又不是很方便 所以巴赫所有的这种键盘作品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在鱼管键 机弦古钢琴 或者是在管风琴上去进行试验 或者去进行创作的 然后呢 其实从古典时期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像莫扎特 克莱曼蒂 他们已经开始能够接触到一些 从时代划分上来说 他们是可以接触到一些 所谓的早期的钢琴 而且的确有一些钢琴 是比较喜欢 但是那个钢琴 跟现在的又不太一样 它其实如果大家 从一些乐器的制造 历史上来去看到 就是早期的钢琴 一些著名的品牌 他们其实是一个传统的 鱼管键琴制造商 或者机弦古钢琴制造商的 一个转型 或者说的一个衍生品 他们其实是在很多地方 是用的一些传统的思维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是不是 解释的话 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就是真正意义上钢琴 我们现在看到的钢琴 在那个时候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们明然是没有钢架 他们是纯木头去做的 然后只不过是为了 在克里斯托弗里的图纸上 来去进行改进创新和尝试 所以像穆扎特·克拉门蒂 这样为代表的这种古典 早期的作曲家 他们在接触到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也没有实际上真正意义钢琴 所以他们所创作的东西 那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个分界 他们所写的那些奏鸣曲 然后包括上写的一些小布舞曲 一些小品 那不是真正意义上 是从钢琴上所产生出来的 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 北斗芬 大家知道北斗芬的奏鸣曲里面的106 就叫《追刺剑》 对吗 然后这个作品就是因为 从英国的Broadwood 这个很著名的早期钢琴的厂商 然后他们拿出来一个新品 然后希望贝多芬去进行去试验 然后去尝试的弹奏 贝多芬很喜欢 所以写出来了如此磅礴的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具有里程碑式的这张钢琴的一个钢琴作品 那当然后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作曲家 在钢琴上去进行专注的创作 我们也可以知道 钢琴这件乐器在乐器的制造上 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然后在乐器的这个普及和推广上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认可 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像肖邦这样子的钢琴诗人 可以一生为这一件乐器所去创作 但是问题来了 那肖邦所去写的这些钢琴的作品 那在现代的钢琴上 我们应该去如何去演奏呢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 或者说直白一点 那肖邦比如说 在他的乐谱上所做的标记 在现代的钢琴上 是不是可以非常好的 可以忠实的还原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值得 大家去探讨的 那随着这个时代越来越靠近我们 那谈论乐器和作曲家的关系 其实就不是太重要了 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轴 拉回到这个古钢琴时期 那其实在作曲家 大家知道 在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钢琴的意义上 那他们当时的创作的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可以学到 那从西方音乐最早的歌剧 那歌剧是谁为歌剧去伴奏的呢 是乐队对吗 那乐队随着一次的革新 随着这个队伍来越来越庞大 那他最初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弦乐管乐 还有后面加入打击乐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其实作曲家在用他们的作曲的语言 去进行创作的时候 他们的思维方式 不是从钢琴这件乐器 也不是从早期的这种键盘乐器开始 而是用他们的那种乐队组合重奏 或者是弦乐或者管乐的声音 来去进行创作的 那因为为什么钢琴键盘乐器 可以得到大力的发展 就是作曲家发现 我可以在钢琴上 可以很轻松的弹出来和弦 然后也可以弹出来旋律和伴奏 这样子的多声部的一种肢体 或者是用这样子的作品 那有这样子的乐器 其实作曲家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 他会去做试验的时候 他不用再去实验室再去做 那他只需要在哪里做 在计算机上用程序来去模拟 然后他就能得到他所要想要的 这样实验的结果和数据 那其实作曲家在进行生产和创作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以前 我们可能会通过历史或者一些的经验 我们知道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作曲家之间交流的多吗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对不对 我们就把时间拉到古典时期 贝多芬一生想去拜莫扎特为师 对吧 好 但是他一生也只见过莫扎特两面 那一面呢 莫扎特没有搭理他 第二面见的时候 莫扎特已经去世了 那所以其实作曲家之间的这种交流 在原在不能说是远古时期 在几百年之前 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他们需要饱受这个周车的劳顿 然后还需要忍受时间的这个漫长 那所以其实在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看重 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在那个时期 不同地区 或者说我们说不同国家的作曲家 他们所创作的作品 风格可以是呈现出来百花齐放 或者百家争鸣的这样子一种态度 就包括像亨德尔和巴赫 他们都是德国人 对吗 但是亨德尔因为很早就去了英国 所以你会发现亨德尔写出来的巴洛克的音乐 它是极具英国皇室的风格 但是呢巴赫一生都在 我们可以说在当时是偏僻的德国 那在偏僻的教堂里面 穷尽一生 然后来去进行深度的这个技法和音乐的思维的这种 这种学习或者钻研 我们会看到巴赫的这个音乐 虽然都是德国人 但是他跟亨德尔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 那包括像法国的库普莱啊 拉末啊这些就更不用讲了 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 还有不同的这种经济条件 或者生产力水平 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欧洲 哪怕就是这么大一点地方 他们也会呈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创作思维 所以在这里 我也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从一种比较浅显易懂 或者通俗的一种方式 来去了解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们 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很有意思的作品 因为越到现在的时候 你会发现世界区大同嘛 我们无论是在哪里 也坐飞机也不会超过十几个小时 就可以到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对吗 好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作曲家 他们的作品是呈现了非常多的 这种可能性 那他们在创作的思维呢 也不是按照这个钢琴的 或者说键盘乐器的创作 所以他们的语言也会发现 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键盘的语言 而是用键盘乐器去模仿弦乐 模仿管乐 模仿打击乐 或者说甚至是去模仿人生 来去进行的一种创作 大家有印象吗 如果从一些有种弹调啊 小布舞曲啊 还有包括一些牛塞特里面 我们都可以听到这样子的音乐 然后再一个 就是因为受制于这种经济 或者生产力水准 有待提高的这样子一个限制 所以那个时代的作曲家 在创作的时候 我们能够现在可以 唯一看到的证据是什么呢 是唱片吗 还是录像啊 都不是对不对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 其实就是他们留下的手稿 大家知道巴赫的手稿 现在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在全世界各地 所以只要有一份巴赫的手稿 很多音乐的爱好者 或者专业的人士 都会去膜拜 或者去瞻仰这样 巴赫的手稿 那像如果大家看过 巴赫的手稿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一个疑忆 就是会发现 其实巴洛克作曲家 其实在进行 乐谱写作的时候 是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 是非常不规范的 大家要发现 那比如说巴赫 如果大家有看过 Utex版本的这个乐谱 你会发现 上面只有什么 只有谱号对吧 而且这个谱号还是移植过的 那在巴赫时候 都用的是这个C谱号 那现在为了方便钢琴的学习 都变成了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 还有呢 还有音符对吧 这个音符呢 能表示音高和这个时长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就什么都没有了 大家发现了吗 没有强弱的力度的变化 对吗 然后没有速度的标记 对不对 甚至我们现在 我相信在威风的大课 大家庭里面 有非常多的家长和学生 是听过非常多名家的课堂 那这个我从很多 著名的钢琴家和教授面前 也是学到很多 那大家都最 这几年吧 都会非常流行 或者说非常频繁的 听到一个词叫什么 叫articulation对吧 好 运音法 那巴赫 你会发现 哇 巴赫的手稿上 为什么连线断奏 什么都没有 东西都没有 这个 那我应该怎么去谈呢 就给大家留下了 非常多的想象 或者说多的发挥的空间 对吧 然后这个也是 在古钢琴时代 所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个乐譜的书 这个书写和这个出版 它是非常不规范的 如果没有文德尔松 可能我们现在也听不到 巴赫的音乐 对吗 好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要聊一下教育的问题 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呢 是没有的 对吗 我们都知道 一个音乐家 他要身兼树脂 那首先 他要为他供养的教堂 或者这个大家族 要去进行创作 那创作完了之后呢 他要去进行排练 排练完了之后呢 他可能要当乐手 或者要当指挥 然后要去演出 完了之后 演出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巴赫写的这个日记 写的这个小弦都去语副 可是给谁写的呢 那就是给他的儿子们 去进行音乐知识的传授和普及 去写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原来巴赫这个时代的 巴洛克做几家音乐家 他其实也是身兼树脂 然后也掀起了这种 家庭教师的一个职责 所以会发现 古钢琴时代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用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当然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也会看得到 好的 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大家随时留言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继续往下说 那其实到了古钢琴时代 发展发展发展 我们经过了洛克克时期 或者说是华丽风格的 这样子的一个演变 我们就进行了 很多小朋友非常头疼 但是也是非常多人 去接触到古典音乐 所最先接触到的一个时期 我觉得是 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古典时期 那从钢琴乐器之间乐器 或者说从键盘乐器 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是能够接触到 维也纳第一学派的三位 著名的代表人物 那分别就是海顿 海顿爷爷对吧 或者海顿爷爷 然后还有莫扎特 天才的少年 儿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贝多芬 被成为乐盛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大师 那在那个时代 我们刚才说了 贝多芬一共32首作名曲 对不对 好 最后一首 大家知道编号是多少吗 编号是111 但是我刚才说贝多芬从如果说是从这个钢琴创作作品上来说 真正具有现代钢琴的这个音乐音响范围的是106 对吧 其实已经到贝多芬创作的这个晚年的阶段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乐器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会影响 我们不能说是局限吧 会非常大的影响作曲家所进行他们的这个创作 那讲到这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从古钢琴时代到早期钢琴的时候 其实钢琴的语言 它是已经有了一个进阶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是不是大家可以能够明白 或者说能够理解到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在古钢琴时代 那作曲家我们创作出来的键盘作品 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乐器上都可以演奏 对不对 那我们也能够听到 比如说巴赫的二部创意曲集 它可以由两件弦乐来去 两个不同的声部的弦乐来去演奏 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重奏 或者乐团也会去进行这样子的改 不用改变 就直接拉来演就可以了 然后三部创意曲呢 就三个人 然后呢 那个四声部的副歌呢 四个人也就OK了 是不是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说 在古钢琴时代 它的一个语言并不是为钢琴而创作 或者说不是为键盘乐器而创作 那到了早期钢琴时代呢 随着作曲家对这件乐器 越来越有深入的了解 或者说 有越来越更多的认识和更大的兴趣 那我们会发现 钢琴上出现了非常多 具有钢琴特色的这样子的一种 肢体的语言 比如说 它的这个音程的这种范围 它的这种动态的范围 会远远超过任何一个 当时的乐器 除了管风情 然后包括像伴奏 大家会发现 从最早竖琴上移植过来的 爬音 然后移植到钢琴上来去进行创作 然后还有呢 还有我们经典的奏鸣曲里面的 这个C语言 就是这个 叫二倍低低音 大家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为了这个技术而苦练 对不对 然后为了把它弹得均匀 为了把它弹得 符合古典时期的要求 我相信大家都受过 二倍低低音的这个折磨 那这个其实就是早期 这个键盘语曲所特有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非常能够表现 早期钢琴 或者说是那个时代流行的 极箭古钢琴和乐管剑琴的 那种音色和效果 这样大家听到 哦 这个音乐出来的 就是键盘乐器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一种钢琴的语言的 进阶和固定 或者这种发展 好 然后呢 其实大家有知道吗 不是说古钢琴 古乐器时代 古钢琴时代和早期钢琴时代 那个乐器它并没有发展 虽然钢琴还没有传生 但是你会知道吗 那个乐器会变得越来越好用 会越来越变得越来越灵敏 那个音色会变得越来越 这个丰富的泛音和 更大的尺寸 为什么要有更大的尺寸呢 就是它要满足更大的这个地方 可以用 否则一个乐队 跟这个鱼管剑琴一起合作的话 这个鱼管剑琴就会被压掉 然后要么呢 就得把乐队的人 比方说要砍到只剩下20个人 或者说最多不能超过30个人 再多的话 这个乐器 这个鱼管剑琴的音声音就听不到了 所以这个乐器 它也在发展 一直发展到像贝多芬这样子的一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